BMI部分 至於BMI 其實你會發現 在雲端就是在網頁上面有JavaScript 不過不管 我們就是重新再開一個新的文件 所以打開Spider 然後開一個新的文件之後 把程式上面有註解先把它delazer 因為上面它會自動增壓一些註解出來 我們不管它 首先的話我們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是把BMI算出來 BMI的規則其實在網頁上面 其實有這個規則 其實就是什麼 主要就是兩個資料 所以你必須要輸入兩個資料 第一個是身高 有沒有 身高的平方 但是呢 身高裡面有一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身高的話是公尺 就是米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我們的習慣是公分 所以你輸入完之後 記得要把它除以100 把它轉成公尺 OK 然後呢 再把它平方 那平方還記得吧 後面加乘乘2就好了 就平方 OK 所以身高的平方 有沒有 那所以呢 體重也要輸入 那體重的話就公斤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得到一個BMI的值了 所以喔 我們要怎麼樣輸入 得到這個資料 所以第一個 要Input 那Input的話呢 我們可能產生兩個變數吧 一個叫H 一個叫W 另外還有一點啦 因為我們一般的習慣 就是你輸入身高跟體重的時候 很多人會輸入小數點 比如說我175.5 好了 1.5你覺得很重要 對不對 有人習慣 那有人會輸入整數 所以呢 這個地方 假如說它輸入的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記得喔 欸 你要轉型的話 就不能用INT 上面有沒有講過嗎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那必須用什麼 用Flozen OK 所以呢 我們要先讓它輸入身高 先讓它輸入 再來輸入體重 然後呢 再把BMI 把它計算出來 所以第一階段 但是呢 計算完之後 你會發現喔 這個小數點 而且小數點很長 所以呢 如果今天呢 我要讓它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該怎麼做 OK 所以呢 首先喔 程式該如何撰寫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不難喔 這邊已經有寫好了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先讓它輸入什麼 欸 輸入這個 身高 比如說身高的話呢 當然我這邊喔 就是用Input 所以呢 H這個變數呢 把它放大一下 Ctrl加 就放大 Ctrl-減就縮小 OK 把它放大一下 這樣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然後呢 Input之後的話呢 就瓜糊裡面呢 就 產生一串文字 請輸入身高 OK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記得喔 你要把這個結果要除100 不過除100之前喔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因為它輸入的時候呢 Input 輸入之後的結果 它一定會把它轉成文字 所以比如說你輸入什麼 假設吧 你輸入180好了 它一定會把 幫你輸入完之後 Input 自動變成 這樣子 180 那或者是180.5 對不對喔 那可能會有小數點 所以呢我們一律在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轉型 轉型的話記得喔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用float 所以呢 請你在這個前面加一個float 前瓜糊 然後後瓜糊 它就會幫你把它180.5 外面的雙語號去掉 那變成有小數點 那最後呢 你再把它除以 除100 OK 那除100之後的話呢 它就變成 假設我們這邊 18 把它縮小一點 OK 那這樣的話 它就變成1.805 OK 就是說除100之後的小數點 OK 那再來一樣 我們就是請輸入體重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 我要算出bmi 所以底下我增加一個變數叫bmi bmi等於什麼呢 等於體重 體重就是w 有沒有 除以什麼呢 身高的平方 所以身高的平方 層層2 就可以了 那最後的話 我把這個bmi print出來 所以print print什麼 bmi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把bmi 給算出來 那這樣程式基本上 就完成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 輸入之後的話 可能要再 第二個問題 比如說180 180 體重應該最多80 80這樣 Enter 那 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呢 它得到的結果 哇 是24.69 13 哇 它小數點太多位數了 所以呢 如果我要把那個小數點去掉的話 當然 在那個 esl裡面 你可以用run的函數 有沒有 r und 有沒有 可是在python裡面 一樣有run的 你也可以用run的 第二個就是說呢 在esl裡面 你也可以用什麼 上面不是有一個按鈕 就是去除小數點 減少小數點位數 有沒有 也可以 那一般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 可以再多學 比較常用的 就是格式化 也就是說呢 好像esl裡面 不是要格式化成第二位數嗎 那我們可以把它做格式化 可是在python裡面 你必須要學一個函數 叫做format ok 那這個format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把它格式化到小數點第二位數 你可能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 要跟他講說 你的那個格式 是什麼樣的一個規則 ok 那這個規則的話 首先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假設輸入 我今天希望看到的結果是 24.69 而不是後面多這些 小數點的話 那特別是這邊要多加一個format 那怎麼樣加 我們待會再看好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知道它的bmi值之後 那到底呢 它的這個bmi值呢 落在哪一個選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bmi 值計算器這裡面 它其實有幾個規則 如果bmi是小於18.5的話 那表示過輕 那如果它是在什麼呢 18.5 到24之間的話 那它是屬於正常範圍 可是呢 如果它大於24的話 有沒有 那就是什麼 過重 底下還有什麼 輕度肥胖 27以上到30 30到35 如果重度肥胖的話呢 那就大於等於35 所以如果假設 我後面除了bmi之外 我們還要再把頻率給顯示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階段 把那個剛剛的這一段程式 先把它寫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先寫一個bmi的計算 簡單程式 目前當然還沒有取到小碎的第二位 所以待會兒我們就是再把它小碎的第二位加上去 所以 格式化怎麼做 那格式化非常重要 因為將來 如果你不會格式化 就好像Excel裡面 你不會把顯示的東西變成你要的那個樣子 那當然問題就很大 只是要怎麼去做 OK 當然 除了用我剛剛講的 用run的其實可以做 那一般習慣還是用format 那format要怎麼套用在我們剛剛的程式裡面 這待會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就是 如果我希望在底下寫出一個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總共好像有幾 幾種 總共你會發現 總共有過輕 所以第一種 正常 第二種 過重 過重 異常範圍的話 其實它分成過重 輕度肥胖 重度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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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總共一二三四五六 六種的這個邏輯判斷 那當然上禮拜我講過了 你可以用if 然後在lf lf 那最後的話就是lf 其實它這邊還有分腰圍 不過它這邊顯示腰圍 好像沒有作用 是不是說bmi 是不是還可以再結合腰圍 然後做一個健康指數的判斷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格式化跟邏輯判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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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